唐家军首领、蓝浩王、唐三 青罗帝国与天斗帝国的所有下属王国与公国 已经完全被五魂帝国掌控 现在的五魂帝国已经足以匹敌两大帝国 一旦五魂帝国内部局势稳定 必定会挑起战争 对于此时的两大帝国而言 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主动出击 集中所有力量打乱五魂帝国的部署 就此两大帝国达成一致 一南一北、驾及五魂帝国 而此次天斗帝国出动的人马 除了上百万的军队和六千名魂师 还有一支特殊的暗器军队 这是一支由唐门暗器武装的万人军队 所有人都配备了许多威力强大的唐门暗器 以及一架大型的诸葛神奴 天斗帝国将这支军队命名为唐家军 军队的首领正是蓝浩王唐三 只要唐三赶来与大军会合 那么他就可以接管这支军队 走出天斗城之后 仅仅三天的时间 唐三和小五就追上了大部队 看着地面上这浩浩荡荡的百万大军 唐三对着地面发出了一声长笑 原本他只是想和大家打声招呼 但却引起了大军之中几位强者的警觉 尖斗罗能够清楚地感受到 天空之上传来的这股气息 几乎已经和他97级的实力不相上下 如果此人是五魂帝国派来偷袭大军的 那么将会对大军的士气造成严重的打击 来不及过多考虑 剑斗罗举起长剑 用尽全力发出一道剑气 对着天空上那道身影斩去 迎面而来的这道剑气 是那样的霸道淋漓 唐三举起海神三插戟与那道剑气相对 长期散发出金色的光芒 才将剑气化解 突然间 剑斗罗化为一道蓝色的身影冲上天空 来到唐三面前 看着眼前这人竟然是唐三 剑斗罗感到很惊讶 唐三能够化解他的一道剑气 这就说明 此时的唐三 实力已经达到了封号斗罗 唐三只用了五年的时间 就能够从魂帝修炼到封号斗罗 他的几个伙伴也都达到了魂斗罗 这样的速度 简直不可思议 要知道 当初剑斗罗从魂帝修炼到封号斗罗时 可是用了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 由此可见 史莱克七怪的成长速度 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料